我喜欢你 静静的 不惊扰时间 突然看你 惊若偏红的美丽 我喜欢你 长长的 流淌的碎片 默默沉吟 还是在这里 所以我喜欢你 流光里的飞舞 你是静的 光在徘徊 所以我喜欢你 不断飘坠的青涩 你是静的 世界在旋转 时间远了 在你的指尖 于是我可以喜欢你 触手可得了 你在时间之间 你说 为什么要凌乱 因为喜欢你 似乎有些遥远 很久以前的 好多牵连 没关系 因为我喜欢你 一切可以停滞不前 很久以前 比不过今天 快乐的很简单 因为我喜欢你 心心念念 不用追忆 不用枉然 所以我喜欢你 在时间之间 好 时间之间 在时间之间 就是笃定 笃定 不变 就是 喜欢就要实现 尤其是当爱情变成婚姻了之后 就是要在时间之间 去找 去找 一切可能喜欢的理由 咱们上一期节目播出之后 因为那个 牵徐一扬的手 然后引发了一些争议 然后我媳妇第一时间就给我发微信 然后把那篇帖子发给了我 然后发给我之后就说了一句话 说 不要仗着自己年龄大了 就不谨言慎行 还在 还在这个 我觉得说的特别好 所谓的携手前行 不是走过时间 是两个人都要进步 两个人都要彼此监督 两个人都要彼此督促 关键是互相了解 要互相了解 互相信任 对 对啊 他给你发的就是在百分之百的信任 基础上的 但是也提醒了 也警钟长鸣了 今天我们这个主题叫做寻梦 这个爱情 就本质上 它很像是人生做了一场梦 只不过这个梦 是可以在现实里继续编织的 唐贤祖在这儿实现了他的理想国 实现了他在事业上 政治上的包袱 同时也在这儿开始做梦 开始酝酿起他在戏剧上 他的一个梦 一个梦 一个也许他自己也未曾达到过的 嗯 哇哦 看 看 哇哦 哇哦 少年的心智所想 万物生长着美好 这一夜星光 故事的重量念念不忘 一字一句书写的美好 慢慢相遇在路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